大家好,三角梅是一种非常耐热,而且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蜘蛛长是非常旺开花非常多的一种植物 所以我们在现在6月养三角梅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养 这样三角梅才能够长得旺开花才会更多 那么长得大胆的养呢? 首先,如果你能够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盆土的干湿循环比较快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给它浇水来促进它的快速生长 当然如果是处于花芽分化期呢 就例外,花芽分化期呢,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大胆的控水,少浇水 让它处于一个有危机感的环境下,更容易分化花芽开花 第二个呢,就是大胆的补肥 现在这个温度正是它的快速生长期 这个时候肥给的竹,它才能够养得旺 那么用什么肥呢? 如果这个时候植树是处于营养生长长枝叶的时候 我们用肥呢,可以多用一些有机肥 它是比较洗肥的,所以可以用上这个发酵复苏好的芝麻饼肥 这个芝麻饼肥相比较羊分鸡分来说 它的营养含量更高,成分更加充分 再加上呢,它的这个肥效会比较快 我们一般两个月买一次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方便 特别适合一些懒人花油 那么如果是处于花芽分化期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喷湿一点零钾肥 比如零双钾进行页面喷湿 可以给它起到一个触花的效果 第三点就是大胆的剪 如果你的这个三角梅枝叶土长了 株形不好看了 我们可以大胆的修剪 剪出一个比较好的造型出来 后期呢,整个株形会更加的饱满 长出来的枝叶比较多 开花也才会更多 如果是花后三角梅呢 也要大胆的修剪 剪掉一些弱枝,重叠枝 一些交叉枝 还有这个花枝啊 我们也要进行截短 最后呢就是要大胆的晒 它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光照越充着,长得越旺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地方 枝叶不仅容易涂涨 开花也会特别的少 所以光照一定要给足 把它放在一个全日照的地方养护 就可以了 所以六月呢 我们这样大胆的养护你的三角梅 你的三角梅不仅长得枝繁叶茂 而且啊,如果是在花期呢 还能够处于一个花开爆盆的状态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